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爸 敬你呗 祝贺你 这好事啊 先俩喝一个 我累了 先回屋了 怎么走了 没完呢 孩子 媳妇 她怎么吃完就走啊 我这儿有话说呢 又走了 没听你儿子说他累了吗 你想听儿子说两句好听的 不是已经听到了吗 还能怎么着啊 行了 行了 差不多得了 等等等 赶紧说 不是不是不是 媳妇 我发现儿子 这已经怪怪的了 怎么怪怪怪的呢 他这样才正常呢 这怎么正常啊 我上次不是跟你说了吗 上次在儿子发烧 我去给他送汤送药 正好看见他跟白小凡啊 手拉着手 看得真真真的 所以啊 他俩正闹恋爱呢 俩小时候闹恋爱 那保不齐斗个仔 生个气什么的 没事没事 明天啊 我去劝劝 等他俩好了 你儿子一准就正常了 好 说起这事啊 我心里就高兴 那白小凡 多好的姑娘 可不是 那是我儿媳妇 儿子 妈陪着你 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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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你怎么来了 找马老帅啊 不是不是 找你也行 找我 找你找你 什么事啊 快快快 银耳花生汤 不用不用了 你给小帅留着吧 你这我特意给你熬的 真的吗 児养善美容养颜的 可好喝了 来 喝一口 来 喝吧 那我喝了 喝 好喝吗 好喝 这两天天气特别干 这个喝下雨特别舒服 就是嘛 我也是这么想的 来 妈再给你盛一碗 不用了阿姨 不是 妈 来来来 阿姨你来来来 再喝就会儿 我跟你说啊 小房姑娘 这个马小帅啊 他是拿给我们给他宠坏了 你知道吧 他呀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听见没 他要是跟你委屈受啊 你就告诉我们 我跟爸呀 咱们都会狠狠地批评他的 这个孩子太不像了 不是 妈 那个 不是 妈 妈 你怎么来了 找我有事啊 不是 妈 不是 你妈给你送汤 你怎么又给我送汤啊 你今天不上班啊 好喝 好喝啊 这个呢 汤包留着 晚上回去我给你带回去 你说嘛 俩孩子 不能总生气 你俩好了我就放心了 不是 说什么呢 谁生气了 你快走吧 一会儿兰队看上 该不够庆了 好 好 那我走了啊 我走了 你俩好好的啊 谢谢阿姨啊 再见 好 你妈 没什么事吧 没什么事 我上班 闲得慌慌慌 别说也挺好喝 待会儿盛一碗 来啊 你怎么样了 什么怎么样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就是 你跟刘妍 感情的事 你怎么样了 挺好的啊 就是都摊开了 以后一起照顾我的前男友 我喝不了了 剩下你喝吧 我先走了 拿我当哥们吧 听哥们几句话呗 说吧 我觉得感情的路很少有一帆风顺的 不管是上天给你们的考验 还是你们相互不够理解 不够信任 只要你认定是真爱 你就绝对不能认输 我是觉得你有点太被动了 不就是前男友回来了吗 那有什么 只要你马晓帅真的爱刘妍 管他 管他谁先认识谁后认识他 我现在看你这样 每天在家里面 患得患失 想着流言天天在想什么 我心里特别不好受 我要是你 我就主动出击 我去找傅凯峰 跟他谈一谈 都是男人嘛 有什么了不开的 对不对 对呀 我应该主动出击呀 维护了爱情啊 好兄弟 谢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 进来 小杰 妈 你是不是跟安妮说什么了 是 你猜对了 我是跟安妮谈过 因为你这受伤就是因为她 她是失踪赢者 所以她不应该留在你的生活里 所以我跟她谈了 妈 不管怎么说安妮是我的朋友 你经过我同意了吗 你赶她走 你的朋友 什么样的朋友 能让你差点把命给丧了 我就是征求你意见 你能够明智地选择你离开 或者让她离开吗 小杰 妈妈还是了解你的 死了 妈 我困了 睡觉吧 我明天还上警队报道了 小杰 阿蕾就是想跟你谈谈这事 什么事 妈妈 妈妈希望你 离开警队 其实不光是你爷爷奶奶 尤其是我 一直不想让你当刑警 这次正好是个机会 我们都希望你离开警队 爷爷奶奶也希望你跟我走 妈妈在美国的生意 也希望你帮着去打理 妈妈已经不年轻了 希望能有个帮手 还有谁比你更合适啊 你的意思是说 让我离开警队跟你回美国是吗 我早查过相关资料了 我也咨询过几个朋友 这事妈很快就给你搞定了 妈 你别说了 我告诉你啊 首先 我是绝对不会跟你去美国的 如果说你累了 你可以回来 回到我跟爷爷奶奶身边 我们会照顾你的 至于 让我离开警队的事 不可能 这是我唯一的梦想 也只有这样 才可以体现我的人生价值 错 妈妈现在就要纠正你 不是一定要当警察 才能体现你的个人价值 你没有尝试过 也许会有更合适你的 更好的事业机会 能让你体会到事业成功的快乐 这次就是个机会 你就听妈的 妈 从小到大我就想成为一名合格的警察 我知道 我可能永远不会成为 像爸爸那样人人敬仰的英雄 但是我知道至少通过我的努力 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刑警 这是我唯一的梦想 我可以为了这个梦想 牺牲我自己的生命 小杰 你 你怎么就听不进去妈妈的话呀 妈 你没有经过我的同意 把安妮给赶走了 你也没有经过我同意 让我离开警队跟您去美国 当年你一走了之什么都不管 现在你一回来就改变我的人生 你为什么 小姐 这么多年了 我一直一直想找一个这样的机会 好好跟你谈谈你爸爸 我要告诉你 你以你爸爸为偶像 那是一个多么大的错误 她根本就不是 她根本就不是一个称职的丈夫 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 她更不是一个什么 什么所谓的英雄 我告诉你 小杰 那次任务 她 她 她 可以说她就是个失败的警察 妈 您这话什么意思啊 什么叫 爸爸不是英雄 妈 你有事瞒着我 小杰 妈妈可能太激动了 但是 妈妈的话你应该听进去 你应该考虑我的建议 跟我去美国 你好好想想吧 尽快给我一个爷爷奶奶一个答复 我累了 我去休息了 妈 妈 你刚说我爸那事什么意思啊 你说清楚 妈 妈 那 只是在一个秋天 那也是在一个秋天 那也是在一个秋天 你爸带着你们刘队执行一个蹲守任务 他们蹲守在一个药饭常出抹的地方 已经两个多月了 那天早上 他们刚睡了两个小时 就被叫去临时替班 按照要求 他们应该回队里领枪 可是他们太累了 就直接去了蹲守县城 刘队还问你爸 要不要回去领枪 你爸觉得那么久了 不会那么巧出什么事 可是没想到的是 就在那天上午 那个重要嫌犯出现了 就在他们执行 紧急抓捕的时候 那个罪犯的枪响了 你爸没了 你爸走了 他不是烈士 不是英雄 因为他的说乎大义 他丢了自己的性命 还殃及了周围无辜的群众 他只给我们留下了一个 英功牺牲的证明 小姐 妈妈跟你说这些 是想你不要背负你爸爸 那个并不存在的英雄光环 你没必要 也不应该去走他的老路 欧杰 妈妈可以告诉你 事情过去这么久了 妈妈心里还是很痛 我不能原谅他 他一天到晚地忙着工作 很少回家 他没尽到一个丈夫 和一个父亲的责任 最终还丢下咱们母子 还有爷爷奶奶 无论作为一个丈夫 一个父亲 一个儿子 还是一个警察 他都是失败的 所以妈妈不想你走你爸的路 也不想你成为一个失败的人 所以妈妈希望你离开警队 也希望你理解妈妈的心 妈 您说这话我一点都不信 我知道 您为我好 怕我死了 怕我伤心 怕我倒霉 所以编那些故事 来骗我 让我离开警队是吗 妈 你太过分了 你太自私了 儿子 小金 你这车没什么毛病啊 是吧 感觉骑水不太舒服的是一天 咱俩 有什么话就直接说啊 我听着呢 老二 当你回家那天开始 你就是我的帮助对象 这些天咱们都很努力 你的改变大家有目共睹 我今儿来就是想问你一句 你是打算放弃了吗 这事没那么简单 我知道 你跟黄老贤那交情我懂 你潘老二做爷们啊 你够义气 但是你想过你妈吗 你二十岁 偷金摸骨 三十岁 大家都好不容易 到了该成家立业 结婚的年纪了 你妈好不容易能松口气了 你干吗去了 你进去了 你想过你妈在外面怎么过来的吗 好 老二啊 谁还没有过去 该放下的得放下 人得往前看 拿着 我走了 我帮你当朋友 我帮你当朋友 也不相信 他是有一次是 我怕不是 大家还不 bounds 你就as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鹰派思这个案子啊 还算是完美的结案了 可是呢 欧杰 欧杰 你不负宋安排 擅自出警 还受了重伤 这是我们警队纪律所不允许的 好好想想 在此提出批评 再会 欧杰 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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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公 曳婷 英公牺牲的正名 穆孕 文雅跟你说这些 是想你不要背负你爸爸 那个并不存在的英雄光环 你没必要 也不应该去走他的老路 师父 去机场 教会 教会 刚才的会上你也听到了 这次的任务市局领导非常重视 出动了好几个单位的人配合咱们 你和潘拉二这个环节非常重要啊 尤其是你跟他是单线联系 千万不能给我掉链子啊 我知道了 所长 我保证完成任务 小子 放松 放松 你看看 越是任务紧急 越得内紧外送 你看你紧张的脸型都变了 你这么紧张 一会儿你单独跟那潘拉二联系 他能不紧张啊 我知道了 叔 算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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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昨天晚上露上夜茶 好几波带着家伙的兄弟都被扣了 原计划声东京西这几处就不要打了 白女人带去抄那个兴成的海岩城 好 我要的时候搞到了吗 搞到了 已经听到地方了 你给我盯好了人也要是在 马上打电话 好 胖老二 黄老邪跟潘老二说 让他把那几处的痘痘全都撤了 黄老邪跟潘老二说 让他把那几处的痘痘全都撤了 噓 快点 找起来 你给我洗い 把头子的疼疼 你这是在那里岗头 快点 我要把头子的人都打掉 不然去哪里 这几位 我帮你那边就要了 我帮你 Nicki手 我帮你热情那边 那快点 开展之前把手机扔了 手机卡毁了 那两个兄弟见光之后 你马上离开 你们好了 你们好了 爸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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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喂 说对 打不起来了 家晖 这到底怎么回事 我哪知道啊 你怎么不知道 你不是你师父的关门弟子吗 是 关在门外的弟子 孙警官 我女儿黄英认我了 十多年了第一次叫我爸爸 她跟我说了 你这么多年对她的照顾 我感谢你 你要是不嫌弃我 我认你这个兄弟 两肋插刀肝倒涂地 好 对不起 所长 寻衅姿势 顶着治安居留 让他再接受接受教育 进来 刘队 博杰 怎么了 找我有事 我 那个 我正好找你 跟你商量一下 你这个商是吧 还没好利索 你这样 你妈不是回来了吗 我放你几天假 好好休养休养 去陪陪你妈 去吧 去吧 是 乔 去吧 照片 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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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他回来 你把这给他 好 行 小姐回来了 叶奶奶 我回来了 小姐 来 过来坐 来 过来 坐着 小姐啊 你妈都跟你谈了吧 小姐 不是奶奶狠心 非得让你走 你也知道 从小到大 你都没离开过我们的世纪 你这一走 奶奶啊 我还没答应妈妈 小姐啊 奶奶不是要留下你 是舍不得你 一想到你要走 就跟摘我的心一样啊 可这次啊 你一定要跟你妈妈走 当初 我要是决定你爸爸离开我们的那年 你跟你妈妈一起走 逃避开这一切 也许现在 你就不会受这么多罪了 可那个时候你那么小 你妈在外面也不稳定 我们 我们 我们是舍不得让你去受罪啊 小姐啊 只是 爷爷和奶奶的一些积蓄 本来呢 是打算给你结婚用的 看来现在跟你啊 是最合适了 奶奶知道 你很坚强的啊 不会轻易跟妈妈伸手的 所以 有这点钱 你在国外也不会受委屈了 奶奶 我不能拿你的钱 再说 我也没准备要走 小吉 听奶奶的话 你走吧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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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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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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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舞 鼓舞 世界这么大 咱们这乱走也不管用啊 你说上哪找去呢 要我说呀 咱们应该先去刑警队 然后呢 再去安妮家 安妮和老大不是已经 我的意思就是说 他们有可能去的地方 咱们都得去嘛 不是 咱先别着急啊 那一流 您跟我说说 你去她家具体什么情况 我一开始给欧杰打电话 她就不接 后来我直接就杀到她家去了 好家伙她家乱成麻了 她妈一开始还不告诉我 她爷爷就说 这欧杰电话就是打不通 整个这人丢了 让我们就出去找吗 这到底是怎么了 总得有个原因吧 对啊 刚才我就没明白 是 我也没明白 后来 他爷爷送我出来的时候 他哪儿就哭了 就跟他妈说 说你不应该把 庆东不是牺牲的这件事 告诉欧杰 怕他承受不了这打击 庆东不就是欧庆东吗 不就是他爸爸 那不是传说中的英雄人物吗 我大概明白了 欧杰这次出问题了 出问题了 我是说思想出问题了 你想 他奶奶说 庆东不是牺牲的 那就跟之前 欧老大跟咱们说 他父亲是个英雄 是有出入的 所以啊 我估计这次欧老大 是受打击了 那他承受不了打击 也不能失踪了 这 我能理解的 如果是我的话 我就一个人 找个安静的地方待会儿 那 那咱还找不找吧 要不这样 还是按我说的 你们两个去警警队 然后我们两个去安妮家 是吧 我估计 他会去一个